大家好,这节课我们继续来学习ES新特性在View实战当中的应用 这节课我们会讲一个在项目当中一个非常常见的功能 我们要实现一个多张图片上传到云存储物这样的功能 因为在很多项目当中可能会有这样的需求 比如说我可能会上传自己的头像,因为头像是图片 另外可能我们比如说要做一个微博的功能 或者类似于像朋友圈的功能 这时候是不是都有图片上传这样的功能 或者说当前我做的项目可能有一些文件的管理 比如说文件可能不仅局限于图片 还有一些像文档啊,像PDF啊等等 其实这些功能实现的原理都是一样的 都是相当于是把多个文件上传到某个村主里面 而且现在很多项目对于存储的方式都选择的是云存储这种村主的方式 所以这节课我们一起来学习 如果想把多张图片上传到云存储的时候 我们看一看我们来使用ES的新增性应该如何能实现这样一个功能 那实现这个功能之前呢,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一下图片上传的一个流程到底是怎么样的 我们只有理清楚这个流程以后,我们才可以根据流程去开发我们的代码 所以大家需要理清楚这个村货才可以啊 首先呢,这些图片是由用户上传的 所以说一定有用户这样一个角色 紧接着用户是不是在我们的客户端去选择图片 我们的客户端呢,就相当于是我们的网页 这时候呢,用户就可以在我们的网页上面选择图片 比方说,我们要实现的效果是 在网页上面啊,有这样一个按钮 当用户点击这个按钮的时候 然后呢,就可以在电脑里面选择相应的图片 当选择图片之后啊 我们的客户端需要对我们的图片呢 进行一些相应的校验 比如说,你选择的到底是不是图片 还比如说,当前图片大小 可能我有一定的限制 不能说你任意的一个图片大小都能上传 我这边可能会有一个教验信息反馈给用户 当然,如果用户所选的图片信息啊 都是符合我们的教验信息的话 那么,客户端是不是就应该把这个图片 上传到我们的云存储上面 当图片上传到云存储之后啊 其实云存储呢,会给我们返回相应的图片的存储信息 比如说,可能包括当前存储的名称 还包括存储地址这样一个URL 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把图片上传到存储以后 然后呢,我们在我们的页面上 是不是需要这个图片进行一个运览的功能 运览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就可以通过云存储 跟我们返回图片信息这样一个URL地址 进行图片的运览的操作 这个呢,其实就是一个完整的图片上传的流程 我们只有搞定这个流程以后 才能更好的开发我们的代码 关于云存储这一块呢 其实目前比较主流的 或者说公司里面比较常用的 这样云存储的厂商其实有很多啊 比如说阿里云或者是七牛云 这些都可以啊 我们把它们称作图床 也就是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图片存储在这样一个地方 我们把它叫做图床 然后呢,在我们这门课程当中 为大家演示的是阿里云的OSS这样一个图片存储 我们演示一下如何通过我们的代码 把我们的图片上传到阿里云的OSS上面 了解完这样一个图片上传流程之后啊 那么我们就开始我们的代码部分吧 把我们的代码呢,使用VSCode打开 然后呢,在中端输入npm run425 启动我们的项目 这样的话呢 在我们浏览器里面就能够看到我们的项目 这时候呢 我希望在用户列表的右边啊 有这样一个链接 很大一点啊 叫做图片上传 然后呢,当我点击图片上传 这边会显示图片上传对应的页面 那应该怎么写 我们是不是应该进入到项目里面 对应的叫做app.view这样一个文件 然后呢,我们前面说过router link 是不是相当于我们的A标签 然后呢,我们把about改造一下 这个就叫做图片上传 to后面写的 是不是就是在view router里面配的pass 所对应的地址 比如说呢,我们叫做upload 当然,这边我配置好这个pass以后 我们是不是应该在router index.json中去配置相应的握游地址啊 所以在这边呢,我们增加一个对象 对象里面呢,我们配置一个pass 它对应的就是upload 这个名称和我们to后面的名称 要一样才行啊 它是一一对应的 然后呢,我们可以配置一个name属性啊 大家注意啊 这个name属性其实在我们这个课程当中 可能用不上啊 这个如果你在目标里面 传参数的时候可能会用上 一般情况下呢 name名称和组件名称一般是一样的啊 所以说上面这一个 我们也可以改成user 这个呢,我们就叫做upload 然后,当前的pass 是不是需要对应一个component 这样的一个组件 当然这个组件呢 我们是不是事先要定义好 我们还是在views里面啊 新建一个,叫做upload 比如这么大写啊 第2,view 然后呢,通过快换键view 生成一个这样的结构 这里面呢,需要有一个根元素 这时候配置好以后 我们在上面,是不是就可以把它impower进来了 这边没用代码 我就给它删掉啊 然后呢,import 这是es6 关于模块化的导入 因为我们在创建upload的时候 这边是不是有export default导出 所以说,我在这边可以通过import的方式把它导入 而这边的名称呢,我们是不是可以自己去起 但一般情况下,这个名称都是和文件名称是一一对应的啊 我们也叫upload 然后呢,from.views文件夹下面的upload.view 引用完成以后呢,关于upload这样一个组件 我们就可以放在component它的后面 保存一下啊 把它呢,放在这个后面 OK 这样的话我们就配置好了 比如说,我们进入到这边 然后呢,我们就写一个upload吧 我们看能否显示啊 回到我们的页面上 大家看,我点击图片上传 这时候是不是能够显示upload 说明当前我们的路由和组件已经建立起了对应关系 因为我们看当前的地址是不是upload 所以说pass对应我们的component 而component呢 我们对应的是不是upload.view这样一个文件 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有一个按钮 当点击一个按钮的时候 去选择电脑里面所对应的图片文件 大家是否知道这个应该怎么样去做 比如说,如果我这边啊 假设,我就放一个普通的button 比如说我这边要选择图片上传 大家想一想 当我点击这个button的时候 我点它 能够打开那样一个选择图片那样一个页面吗 很显然是不可以的 那应该怎么样选择图片呢 可以这样啊 其实在我们的itml里面 有这样一个标签叫做input 一般情况下我们用的比较多的 可能是type等于text的 这样的话 它是一个文本输入框对不对 我们这里面可以输入一些文本 这没有问题 但是大家是否有用过这样的啊 比如说当type如果等于fail的时候 我们再看会怎么样 大家看 它是不是显示的样式就是这样的 我再放大一点啊 大家能看清楚一点 这边有个按钮 这边有一个文字 然后呢 当我点击的时候 其实看是不是就能打开这个页面 然后呢 我已经事先在咱们的根本过下啊 public下面 放好一个叫做image的文件夹 下面呢 我已经放好一些图片 一会儿呢 我们就用这些图片 去测试图片如果上传 所以说我们可以选择一下试试啊 比如说我们选择es-view这个项目 然后呢 public下面有一个img的文件夹 这边是不是有对动图片 比如说我这边可以打开 这时候是不是就选择了 1.jpg这样一个图片 但是呢 我们有没有发现 现在选择 只能够选择一张图片 比如说按住键盘的shift 这时候是不是可以多张 但你有发现 根本就选不中 为什么呢 因为对于input 如果你想多选的话 我们这边需要加一个属性 叫做multip 保存 大家看这个时候啊 我再点击 然后呢 比如说我点shift 大家没发现 这个时候就可以选中 多张图片了 看到了吗 这个要知道啊 然后我们再看 但是整个这个样式也不好看 对不对 这个按钮也不是很好看 这个也不是很好看 所以呢 一般情况下 我们不太用input 这样一个样式 去显示个用户 一般怎么办呢 其实当我们使用input的时候 我们经常会有一个 这样的一个标签 叫做level 它的作用 是不是当我点击level这个文字的时候 比如说文字 对应的就是这几个字啊 上面这个button呢 我先给它删掉 比如说当我点击这个字的时候 我也相当于选中这个input 那应该怎么做 for for后面是不是可以指向一个input对应的id 比如说 我这边就给它起一个id 假设就叫上传 upload 这样的话 当我for向这个id的值的时候 当我点击level这个标签 它也相当于是点击了input 我们试一下 大家看 当我点击这几个字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 也相当于是点击了后面那个input 所以说 其实一般情况下 对于图片上传 我们看到的 比如说如果是个按钮样式的 我们看到的其实都是level 然后呢 点击level 是不是也相当于点击了input 然后把input 给它隐藏掉 一般都是这样做的 所以呢 比如说我们直接在这边 写个style 我们直接写一个内联的样式 比如说 直接display 把它变成 n 保存 大家看 这时候那个样式是不是就没有了 然后呢 我们看到的其实只是一个 level标签 当我们点击level的时候 是不是也相当于点击input 我们再给这个level 增加相应的样式 是不是就比较好看了 我们增加样式 试一试啊 比如说这边 给它写一个 长达式的名称 选择图片嘛 比如说我们就叫 chooseimg OK 然后呢 对于样式 我们是不是应该写在下面的 style里面啊 level是一个行内元素啊 比如说我想给它设置宽高的话 首先呢 我们先把它转化成对应的 块几元素 然后呢 比如说我设置一个宽度啊 宽度 150像素 然后呢 高度 我设置一个 50像素 接下来 我还希望它里面的文本啊 是水平居中的 Tysana Center 然后呢 文本垂直的居中 比如说 我们是不是可以用 航高等于高度的方式 让它文本也能垂直居中 然后呢 我再给它设置一个 背景颜色吧 比如说 Background Color 我们设置一个绿色的 比如说 对应的这个 码是 42B983 OK 大家可以选择 自己喜欢的颜色 我选择的是一个绿色的 就是跟我们 view 那个主色调 是同一个颜色的啊 然后呢 我再增加一个 字体颜色吧 比如说是 白色的 接下来呢 我再增加一个 边框圆角 叫做Bowder Radius 比如说是一个 五向锁 这样能好看一些啊 然后呢 当鼠标放上去的时候 我鼠标呢 能变成一个 小手的形状 然后呢 回到我们的页面 大家看样式 是不是长得还好 当然 大家可以选择 自己喜欢的样式去写啊 然后呢 这时候当我点击按钮的时候 是不是就可以选择图片了 所以说 基本的样式 我们就完成了 然后呢 我希望这样啊 我希望在我们的imput下面啊 再给用户一个 tip 一个提示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 批标签 然后呢 它class名称 我们就叫做tip 这个提示呢 比如说告诉用户 一次可以选择多个图片 但是呢 每次 比如说我们规定他 选择九张图片 并且呢 规定当前图片大小 OK 我已经敲完这个提示了 我们看一下 我们一次可以选择 多张图片 但是最多呢 每次不能超过九张 单张图片的大小 应该小于一兆 这个lt是不是 sn 小于二的意思 保存 我们看一下 大家看 是不是有个提示 我们也可以给它增加一个 自己颜色 在这边呢 我们点 tip 然后呢 增加一个自己颜色 比如说是 ccc 其实啊 对于我们的 view文件里面的style 它有一个属性 叫做scoped 这个scoped的单词啊 叫做作用域的意思 它指的是 当前我们下面这个样式 只对于当前这样一个 vue文件起作用 它并不会影响 其他文件的样式 哪怕其他文件 也有同名的 卡卡斯名称 那么它也不会影响 但如果没有scoped的话 它可能会影响 其他文件里面 卡卡斯同名的元素的样式 OK 我们回到这边 看一下 基本样式是这样啊 然后呢 当我们选择图片的时候 首先大家想一想 我比如说用户 选择了几个图片 大家有没有注意啊 我这里面故意写了几个其他类型 扩展名的文件 比如说有tst的 有doc的 文档的 有pdf的 有没有发现 这个时候 它们也能够被选中 但这不是我们想要的 我只想选择图片格式的文件 那应该怎么办 其实对于我们的 input这个元素啊 它有一个 这样的一个属性 叫做accept 这个属性的意思 其实叫做 接受的意思 在这边呢 我们可以配置 要接受 选择什么样的图片 比如说 我们想接受 图片格式的文件 那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这样啊 比如说 image 斜杠 星号 这样的话 所有图片格式的 就能够被选中 但其他格式呢 就不会被选中 保存 我们看一下啊 稍息一下啊 当我点击的时候 大家没有发现 这时候 我们其他那几个测试文件 变成灰色的 选都选不中 它只能选中 对应的图片文件 OK 这个就是accept 这个属性的作用啊 那当我选择图片的时候 我是不是应该知道 选择了哪些图片 然后呢 再把这些图片 上传到云村书上面 那怎么能知道 选择了哪些图片呢 大家看啊 还是我们的input 我给它换个行吧 要不然一行 太长了啊 换个行 然后大家看 对于input来说 我们可以绑定一个事件 叫做change事件 这是view里面的 指令对不对 绑定事件指令 比如说 我们叫做onchange 这样的话 当我们定义一个onchange 这样的事件处理函数的时候 其实当我们input的选择图片 被改变的时候 就能够触发onchange 这样的事件处理函数 我们试一试啊 首先我们应该定义一个message 然后呢 它对应的是个对象 这里面 我们定义一个方法 当然 这个方法的这种写法 是不是也是 对象里面 方法的一种 简显形式 这也是es的形成性 那我们如何获取到 用户到底选择了哪些图片呢 大家看 我们需要获取到input 这样一个真实的DOM结构 在view里面 获取真实DOM结构 有一个降语法 我们可以给它呢 设置一个属性 叫做ref 比如说我问它提个名字 就叫做fail吧 就文件的意思 这个名字可以自己去起 然后呢 在onchange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可以通过 this.download符号 ref s 去点 ref 后面对应这样一个名称 比如说我们名称叫做fail 那你就点 fail 我们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就定义成 input这样一个DOM 等于 然后呢 我们输出一下 input 这个DOM 我们看一看 是不是我们选择图片 我们打开 开我这工具 然后呢 打开console 稍微一下 这时候呢 我们选择图片 比如说 我选择两个图片 点击打开 打开这边 是不是就能够获取到 3000input 这样一个真实的DOM结构 那通过这个结构 我们如何获取到 选择的图片呢 我们再继续 大家跟住 大家看 我们在这边 比如说content一个 new fails 比如说我们的 新的这一堆的 门键对不对 我们可以通过 当前input DOM 去点 fails 然后呢 我们输出这个new fails 我们再测试一下 稍微一下 点击按钮 然后呢 比方说选择两个图片 点击打开 大家这边 是不是返回一个 fail list 其实里面 是不是就包括 刚才我选择的 那两张图片 大家想一想 我这边先获取到 input DOM 然后呢 input DOM 再去点 fails 大家能不能想到 在ES2020当中 我们学习过一个 ES的新特性 叫做 可选链 还记得可选链 是解决什么样的问题的吗 就是说 当一个对象 下面的属性 可能有多层的时候 我们不确定 某一层是否存在 那这样的话 我们是不是可以使用 这种可选链的语法 去实现我们的需求 那怎么写 大家看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 比如说 我们直接啊 这一行我们也给它注释掉 首先呢 我们获取 这是点 当个符号 refs 我们看一下 它是否存在啊 如果存在的话 我们是不是 再去点 fail 如果点fail也存在的话 再去点 fails 这时候是不是一样的 我们测试一下 选择图片 我这边再选择几个 比方说 选择三个 文件名称叫457 点击打开 打开 这边是不是同样能返回 对应的图片一期 所以说 当我们使用这个 可选链的时候 我写在这啊 叫做可选链 整个代码 是不是更加简洁 而且它一定是保证 前一个存在的时候 采取点后面的属性 整个呢 也更加的安全 那我们选择这个 之后 接下来我们是不是 刚才说 需要有一些 校验信息 当然现在我们 已经配置了 这样一个accept 所以说 对于图片格式 我们不需要校验了 但是我这边规定 最多只能选择 九张图片 那怎么办 我们这边 是不是可以去判断 判断当前 new fails 它返回这个对象里面 其实有一个叫做 is这样的属性 这样的话 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 .s 判断当前 选择图片的个数 比如说 .s 我们判断 如果它大于9 那就不是我们要的 然后呢 比如说 我们就给用户一个提示吧 就一个alert 比如说 告诉用户 最多可以 一次选择 九张图片 当然 这些项目的话 不是用alert 一般都是做一个 比较好看的弹出框 我们这边只是模拟 演示一下 然后呢 如果用户选择 图片是大于九张的话 那我们这边 是不是直接 回头 false 也就是下面的代码 就不要执行了 就这个意思 那接下来 大家想一想 我们是不是还应该 判断当前图片 它对应的大小 我们说 我们这边希望 图片大小 不要超过一兆 那怎么能判断呢 我们再回去 大家看 在这个fail里面 其实有一个属性 叫做size 我们可以用这个size 它其实表示 就是图片大小 可以用这个属性呢 来判断 当前图片大小 是否超过一兆 当然 这个单位呢 我们是不是需要转化一下 那我既然是多张图片 那这样的话 我是不是可能需要去 一张一张图片去验证 所以说呢 我们这边 是不是可能需要一个 缝循环 我们之前 在esnew里面 对于数组的循环 是不是可以 使用一个falloff循环 我们就循环 这个new fails 然后呢 比如说每一个 我们就做fail 然后在这边呢 我们可以这样 比如说 我们判断 当前这样一个size 等于fail.size 我们需要用它 比如说 如果都化成照 这个单位的话 转换这个单位 我们除以1024 再除以1024 这个作用呢 是我们去把 把这个单位 转化成m 也就是我们说的照 这样的话 就好判断了嘛 比如说 我们可以判断 如果当前的size 是不是大于1兆啊 如果大于的话 那这边 我们可能就要 给云户提示了 比如说 请选择 1兆以内的图片 然后这边可能 下面也不需要执行 iton false OK 那否则呢 否则的话 我们是不是可以 定一个数组 比如说就叫做 fills吧 一个空数组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面 如果符合条件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把 这些符合条件的点 push到 当前我们这样一个 输入里面去啊 这样的话 当经过一个复旧环 如果没有unert 也没有return false的话 那么到这边 这个fills里面 保存的图片信息 就是我们经过教验的 我们想去上传到 云村储的 这些个图片信息 到目前为止啊 我们已经完成了图片选择 并且完成了 对于图片的教育 那接下来 我们是不是应该 上传图片啊 然后呢 我们在这边 再定一个新的函数啊 大家看在这个后面 比如说 我们就叫做 upload fills 因为我们上传一堆图片嘛 所以在s啊 然后呢 比如说我们通过 阿里云的 oss来上传 这边定一个方法 然后呢 我们在这边 去通过 this.upload 当前方法的名称 调用的时候呢 我把这个fills 也就是 要上传的文件 传递给这个函数 在这边呢 接收这个函数 接下来 我们就在这个函数里面 去上传 多图到 阿里云的 oss 那既然我们要 上传图片的阿里云 那现在我们是不是 应该先把阿里云 给它开通 然后呢 我们打开浏览器啊 直接在这里面搜索 阿里云 回车 这里面第一个就是啊 阿里云.com 我们点进去啊 大家第一次 如果你之前 没有用过阿里云的话 那么 首先我们应该 先去注册啊 我们应该先点击 这样一个 免费注册的 这样一个按钮 点击一下啊 它注册其实很简单啊 因为阿里嘛 它下面有很多产品 比如说 如果你使用过 支付宝的话 那直接你可以拿出 手机的支付宝 然后扫描一下 这个二维码 就可以注册 或者说 你用淘宝这种方式 都可以 如果你想用用户名 密码方式注册的话 就点击这样一个选项 然后呢 这里面输入用户名称 密码 手机号 同意 然后按正常的流程 操作 就可以了 这个注册的过程呢 我就不演示了 因为很简单 然后我们回到这个首页啊 如果你注册成功以后呢 你就可以点击这个 登录按钮 然后使用你刚才注册的方式去登录 比如说 如果你是扫码的 那你就用支付宝扫码 或者钉钉扫码 如果你是刚才是账户的 那么你就用账户去登录 比如说 我用我的邮箱 和我的密码 登录进来 当我们登录进来以后呢 大家可以点击上面这个搜索框啊 比如说我们直接搜索OSS 然后等一会儿 下面会有个提示啊 叫做对象存储OSS 我们要用的就是这个 点击一下 然后呢 大家看这边这个按钮 我这边显示的是 叫做管理控制台 因为之前我已经开通过OSS 当然如果是第一次进来的时候 其实这边的按钮 叫做开通对象存储 这时候呢 你点击开通这个按钮 然后呢 按照它的提示 一步一步的操作就可以啊 当开通完成之后 才会有管理控制台 加上按钮 所以大家首先需要开通 开通的过程呢 也非常简单 我这边也不再衍生啊 大家呢 其实也可以通过这个文档去操作啊 比如说你看这边 是不是有个帮助文档 我们可以点击一下 大家看这边 放大一点啊 是不是有一个快速上手 大家呢 那如果不知道怎么开通的话 可以点击这个开通OSS服务 然后呢 根据它的指示 一步一步的操作 就不会有问题 因为开通的过程非常简单啊 这块呢 我们就不衍生了 当大家开通完成之后啊 我们可以回到这个页面 进入管理控制台 然后点击这个按钮啊 当前大家看这个页面啊 就是当前OSS的管理控制台的 这样一个总的页面 然后呢 如果我们想存储的话 首先大家看右边 放大一点啊 有个叫做创建Bookit 我们需要点击一下这个按钮啊 你看我这边有一个 是因为之前我创建过啊 大家一开始应该是没有的 点击创建Bookit 这时候大家看 我们首先要输入一个 Bookit的名称 比如说我们输入emoc 我们看这个名称 哦 已经存在了是不是 所以说名称跟别人是 不能冲突的 所以我们换个名字吧 比如说斜杠es 我们看这个名称 OK 对号说明是可用的 区域呢 我们就默认的吧 比如说北京 然后寸重类型 就是也是默认就行啊 其实下面这些 我们都可以默认的 我跟大家说一下 它这边有一个叫做 选择你合适的寸重类型 我们可以点击一下 这边呢 会有帮助文档 当然比较小啊 然后呢 它下面有个按钮叫做 在帮助文档中心打开 点击它这按钮 这时候就会打开一个 比较大的文档啊 这里面会介绍 不同寸重类型 所对应的一些 性能的区别 然后呢 其实下面还会有链接 就是对于 当前存储的一个 寄费的一个文档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然后呢 对于大家的存储的话 是这样 如果当前你只是像我一样 用于练习 练习完成之后呢 你把那个存储的文件啊 你说练习的时候 那个文件可能也没什么用 练习完成之后呢 你就把文件删掉 这时候呢 其实还好啊 然后呢 如果你说我想长期使用这个 或者说 窝仔里面要存储一些 比较大的文件 那这时候呢 你真的需要去研究一下 它的一个寄费规则 因为它是需要按照流量啊 或者包月 包年啊 就有去寄费的 当然 具体怎么寄费呢 也不是在我们今天这课程里面呢 要深入讨问的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如果有不懂呢 大家可以咨询 阿里云的客服 然后呢 他也会很愿意的 帮助大家解答 我们回到我们这边 其他这选项啊 我们就都默认的吧 然后点击 最下面这个确定按钮 这时候 其实我们就创建好 我这样一个bookit 那后面呢 我们就需要 往我们这样一个叫 imoc-es 这样一个bookit 去上传我们 对应的图片了